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1日13点01分联合报记者蓝宗彪及时报导王 博荣在球队内部红白战,对外热身赛连续6战安打,而且打击率高达6成15,引来不少注目 中央社分享旅日好手王博荣的球棒持续发烫,新天在战乐天队,首局第一个打席又挥出二雷打 第二局追加一雷打他 从日本火腿队展开春训后,不断在球队内部红白战,对外热身赛连续6战安打,而且打击率高达6成15,引来不少注目 王博荣昨天对乐天三打数一安打,新天又有两支二的好表现,6战合计13个打数 归出八支安打,包括一支拳雷打,希望把好球感延续到3月29日球季赛开打 王博荣今天连两打席安打,一度成为日本雅虎体育首页头条新闻 火腿,巨人24日将进行热身赛,他渴望和旅日前辈杨戴刚同场竞技 火腿在美国进行第一阶段春训时,打了一场红白战,对韩指恩斯恐龙队热身赛 球队拉回冲绳除了进行红白战,叶和日直板神,乐天队两场交手 王博荣近两战队乐天五打数三安打,新天担任火腿先发第三棒,左外野手,手打席就 从乐天先发投手池田龙英的手中挥出右外野二雷打,维持每场比赛都有安打记录 王卢卿继续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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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